高雄古山区名城四路 早上9点半警方鹤枪实弹朝白色B&W连开树枪 警匪对峙场面紧张警察穿防弹背心持枪包围 但人不见车里的嫌犯投降 附近住户执行画面吓得浑身发抖 险犯全身是血被抬出车外经过抢救后不治 原来他是有毒品抢到前科的57岁理性嫌犯 以理性嫌犯为首的有6名嫌犯 涉及嘉义市所发生的一起轮勒鼠以及强盗安全 李贤在监狱中辗转认识嘉义一名科兴富商 两年前出狱后都在高雄一带活动 他得知科兴富商经济状况不错 今年1月24日凌晨3点20分 趁对方到嘉义一家按摩馆消费时 由三人持枪将他掳走并向家属开价3000万 最后家属将赎金以两尺防护袋放在蒲子尖里站 科兴富商当天凌晨5点10分重获自由 但因害怕李姓主嫌报复 拖延到上个月15日才向嘉义警方报案 警方火速成立专案小组锁定李姓主嫌等6名嫌犯 这个月2日申请到6张鞠票以及15张搜索票 会同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展开查气 今天早上在古山区发现李姓主嫌驾驶的B&W 警方持盾牌穿防弹背心包围 嫌犯不投降还两枪企图攻击警察 但却卡弹 警方连开19枪才将对方制服 李姓主嫌头部有伤子弹多集中带腹部 警方在车内找到上膛的克拉克制式手枪 里头还有12发子弹 警方调查19枪都是由岗山两名干员所为 目前李姓主嫌死亡 另外4名共犯落亡 只剩主嫌女友在逃 虽然科兴负账工程只付赎金350万 但警方已起出800万赃款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